我來這麼多年 其實都覺得香港也是 好像我第二個家一樣 我都是台灣香港跑 你好我是阿遠 我是來自台灣高雄 我是在2015年 過來香港 如果你喜歡吃台灣菜 這一間餐廳你應該有聽過 老闆是台灣人 第一間餐廳在2016年開業 直到今年 總共已經有五間分店 因為我之前就常來香港玩 那我覺得就是 有一天發現 香港沒有滷肉飯這個東西 就是只有肉燥飯 我覺得滷肉飯是香港人不喜歡 還是它有它的市場在 所以我就有一天 跟我的partner聊天 那他說他想吃滷肉飯 我就說那試試看 我把我的滷肉飯做給你吃看看 他吃完之後就覺得 哇可以開店了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開始想 找很多人來試 大家給我很多信心之後 就開始準備開店了 為了找合適的食材和鋪位 逐足籌備了一年 最後決定落戶在西營盤 第一間店在第三階 在西營盤的第三階 我們那時候主要是滷肉飯 雞肉飯 二仔煎 四神湯 鞋酥雞 鋪味 這些我們都是一開始就有賣 因為那時候覺得這個滷肉飯 可能一定有市場 我們就是帶著冒風險的心態 去做這個開店 這個試水溫的動作 那我覺得 我們一開始做可能中環 上環那邊我們進不去 所以我們就選了 比較偏遠一點的地方 就選了西營盤第三階 然後那時候我就去了三天 然後從早上 站到晚上一直看一直看 我覺得這個人流 可能可以讓我們慢慢的去 試一下這個水溫 因為食物口味夠正中 加上香港人對台灣這個地方 情有獨鍾 很快就有客人找上門 第一年我們剛開始的時候 只有五個員工 加上我只有五個員工 那我本來就想說 就是要慢慢的慢慢的去推廣 這個台灣小吃的文化 那那時候開始 不知道為什麼哪一天呢 突然滷肉飯就變得很多人喜歡 開始就 可能有人發Facebook啦 有人拍G啦 那客人就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 到一個月後呢 我們發現已經就是 每天都要上班十八個小時 然後每天就是拍長龍 就是排到街坊 都覺得我們擋到大家的路 我們那時候才覺得 好像有一點成功 好像有一點希望的這個滷肉飯 那我們就其實在那邊租了四年 也就排隊排了四年 有點真的沒有想到 只會這樣做這樣子順利啦 熟客來的啦 他由以前 他關舊鋪在第三階的時候 開始吃 接著吃到他搬到這裡 都有進去吃 因為他的食物真的很正宗 我覺得 還有我自己去台灣旅行 那如果不是那些特地去找的 那些吃滷肉飯 地道東西的地方 其實我覺得分分鐘 這間更好吃 所以是很印象深刻 我覺得他是剛剛好肥手 真 這個真的 真的很出色 店頭業績穩定 他們就在觀塘開了兩間分店 一間繼續賣台灣料理 一間就嘗試做早餐店 其實我們第二間分店在觀塘 觀塘店其實在第二年 年尾的時候才開的 我們自己原本的客人 已經應付不來 所以就是覺得放慢腳步 因為我不希望員工每天都要 要加班 所以我們在第二年才想說 去觀塘開一個 比較大一點的分店 那想要讓觀塘跟西環店 有一個不同的區分 就是一個是七十年代的台灣 一個是八十年代的台灣 就有一點不同的風格 這樣 去年遇上疫情 餐飲行業首當其衝 其實我們機場店 已經裝修好了 那剛好就是裝修好的時候 疫情就爆發了 那機場對我們很好 沒有說我們出金 那就是我們大家都希望疫情 然後要過去 那疫情過去之後 我們的機場店 就會在那個時候就會開放 為了推廣更多不同的台灣美食 老闆還在西環店附近 開了一間台式火鍋店 本來生意都挺不錯的 那時候其實生意一路都很穩定 直到疫情開始之後 那一天第一天的時候 業績就爆 我們後來就開始休息 休了快兩個禮拜 我覺得不行再休下去了 像店主還有員工的人工都沒有辦法出 我的舅舅是賣牛肉麵的 那我們就跟他請教一下 怎麼樣做牛肉麵 然後回台灣跟他學一下 然後就是變成現在有牛肉麵 有滷味 還有現在的育圓火鍋 都在阿園車子上裡面 窮則變變則通 火鍋店改了餐牌之後 生意好了很多 其實老天爺很眷顧我們 就是這個疫情 我們真的沒有什麼太大影響 可能是因為客群的關係 我們的客群因為都是香港本地人 比較少外來客會來 所以疫情這個東西 沒有對我們有太大影響 我們真的很幸運 香港跟台灣的開店不同 香港其實外食足比較多 那外食足多的話 相對的消費機會也比較多 香港呢其實比較腳步快 然後比較多人 香港也是有一個很大商機在的 台灣可能你就工作的氣氛 可能就會舒緩一點 在香港工作可能就緊張一點 因為當然也是因為客人的問題 客人少你就不緊張 客人多當然緊張 所以我覺得不同的問題 應該還是在文化吧 不過我覺得有一個特點就是 香港人其實內心是很大 很善良的 只是大家會包起來 那我們的客人呢 就會慢慢跟我們認識之後 變成好朋友 就會變成 常常都會來找我們聊天 送禮物給我們吃 就是我覺得台灣可能是 大家覺得很熱情 那香港人也不是不熱情 只是包起來 那現在我們都覺得 香港人也很好啊 因為疫情 大家留在香港那麼久 掛著台灣地道美食的話 不妨去一下這裡 探餐吧